各項目的角觸 項目式上 一萬六千多人 變成了大型的團體操 新的場證 廣西舉重運動員 吳素德首開紀錄 在傳聞會第一天的比賽中 就打破了52公斤級爪舉的 世界青年紀錄 為企名將聶衛平和陳祖德將 再對陣 第四屆傳聞會 一共打破了五項的世界紀錄 三項的世界青年紀錄 八項的亞洲紀錄 102項的全國紀錄 遼寧三級跳運運動員 周震師獲得了這個項目的冠軍 周震師的成績曾達到17.34米 排當時世界最好成績 成為亞洲跳得最遠的人 女子跳高冠軍 被浙江選手業佩素 所落到 她還獲得了五項全能的第一 她不僅獲得了兩項冠軍 還打破了五項全能的亞洲紀錄 成為了女鐵人 而冷樹斌 梁祥義 黃聚生 陳京生組成的中國射擊聯隊 在男子大口徑首槍 萬加速射比賽中 創造了超過世界紀錄的好成績 廣東游泳選手梁偉芬 在這屆全能會上 一個人獲得四項冠軍 現在她在100米的華榮比賽中 是1分16秒44的成績 打破了這個項目的全國紀錄 而才獲得冠軍 湖北十六歲的跳水小將 童輝獲得了高台跳水的冠軍 廣東選手陳超霞 剛才獲得了世界跳水錦標賽的冠軍 風塵魄魄也趕回來參加全民會 她又獲得了這次全民會 女子跳台跳水的冠軍 女子體操運動員 馬彦雄是解放軍的選手 她在1979年獲得世界體操錦標賽的金牌 她是中國第一個獲得體操的世界冠軍選手 在第四屆全民會上 她又獲得了高低降的冠軍 而上海選手朱正就獲得了全能的冠軍 而上海選手朱正就獲得了全能的冠軍 男子籃球決賽在解放軍隊和湖北隊之間舉行 比賽作人得緊張激烈 最後解放軍隊也是閃亂冠軍 足球決賽就是山東隊和北京隊之間舉行 最後山東隊在3比1贏了北京隊 獲得了全能的冠軍 女子排球比賽扣人失眠 決賽在四川腿和江蘇道之間舉行 四川女排有一個多名的角手 她們已經獲得了兩屆全能的冠軍 最後四川女排贏了江蘇女排 成為了全能的三連冠軍 中國體育建議在第四屆全能的冠軍上 創造的優異成績 像順利多彩的布春花 預算著中國體育事業 勤飛時期的倒立 在第四屆全能的冠軍 亦是1979年10月 國際奧委會通過決議 恢復中國在奧委會的合法席位 所以第四屆全能被大家認為 是中國體育走向世界的新起點